那這個我想今天表單部分應該就OK就差不多了 其他我想你們再試試看那個雲端表單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去玩玩看 把這個也可以變成一個雲端表單 然後再做成QR Code 用手機掃 手機也可以輸入姓名、身高、體重、性別 當然標準體重可能沒辦法自動產生 因為VBA裡面才會自動產生 但是雲端的話你可以輸入完這些 你再轉過來自動再幫它加標準體重 也OK啦 這個都可以自己再補上去的 那最後我們把那個如何啟動表單 因為剛剛啟動表單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這樣才可以啟動 可是以後你自己啟動沒問題啦 但是如果說你給別人的時候別人要啟動 那就有問題那怎麼辦呢 你需要在旁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按鈕 也許是一個啟動表單 在哪邊呢 在這邊加一個按鈕 不過加按鈕之前 記住 先要在程序裡面 在這個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所謂的啟動表單 這邊的話一個sub 名稱的話就叫啟動表單 我習慣了 叫這個名稱啟動表單 那我要怎麼把它啟動起來呢 這個好像之前有講過啦 有沒有 應該有印象嘛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什麼 home 這個home指的就是剛剛那個表單名稱 點一下 有個show 你打個sh 這樣就OK了 home.show 這個程序喔 記得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模組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再來做什麼呢 再到這邊 做就是 開發人員裡面喔 你就插入一個程序